《孔智恩財》 《孔智恩財》的本質 這是瑜伽教中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是連不開中和 中和 即是性格中有時偏激 有時是立落 一個是過了龍,一個是落後 就是希望一個是拖前 一個是禁止他 是達到中和的境界 叫做中 中庸之道 叫做和 不偏之為中 即不是過激 又不是立落 是兩者拖到中間 叫做中和之道 狂卷 他把兩種學生叫做狂卷 這是進取形 抗者進取 卷者有所不為高鬥 高傲看人不棄 所以兩者都是失蹤 故此孔智恩 這些就按著他 先按一下他 拉他前一點 是達到中和的境界 這是孔門教的思教的本質 這是從人的氣質上的偏窄 氣質是與生俱來的 這種氣質的進取 立落 是從你的祖先 或者你自己本身的恩子 是產生出來的 不同的 如果是道家裏面 我們由父精武血 得到身體 那就是我 這個我 在父母裏面 有一個門口 你進入了這個門 這個門裏面 有一種參差 有好的 有壞處 這個身體之外 就是由道 這種道的氣 進入了身體 就是我裡面 既然有這個生氣之外 本來是一樣的 但是到了這個門口之後 所以人與人之間 就產生了這種差異 這叫做氣質的不同 是通過教育 才可以將它 達到中和 教育 沒有教育是有問題的 很少說 一生出來就是完美 遙信就行 遙信叫做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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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俱來 下到來 湯姆 湯姆也未成功 湯姆是反之 做人之後 慢慢覺得自己偏差 然後走回正宗 我們是教育的 我們是教育的 我們屬於忠仁 可以為善 可以為惡 叫做忠仁 教育是為我們而設的 他說 五支話 人有差異 為上至與下如不宜 這兩種人是不能改變的 上至與下而不宜 這個是極善的 純善 百分之一百 這是極惡的 說到頭頂 莊子裏面 有一篇道指一篇 說大賊和孔子辯論 結果孔子也被他罵到頭 即是說 你想到他升仙 叫他上來這裏 不行 但跌轉頭 他引走你下來這裏 又是不行的 在那兩極之間是不可能平衡 然後我們就叫做忠仁 可以為善又可以為惡 叫做忠仁 就是忠仁 問題是 你近這個 近得多 還是近這個 近得多 而你近這個乘客 去這裏 你就會提升 接下這裏 就跌下去 教育 就是如此 恩財施教 孔門中 是針對學生氣質上的偏差 孔子開口就是針對學生的偏差 扶正其所不及 令到孔子 令到學生做到摺言跪當 兩個學生 子公問 詩與雙也熟言 一個尊宣師 就叫做紫章 一個姓北明雙就叫做紫霞 子公問 兩個師兄 哪個厲害點 孔子說 詩也過 雙也不及 一個狂一捐 這個比農 這個比農 子章 很聰明 但是比農 這個比農 就是紫霞 IQ沒有人那麼厲害 一開口 大家都說 原則師 是不是厲害點 孔子說 不是 過有不及 比農 是不行的 所以 易經 就是這樣 易經分開做 三級制 易經 這是忠 這是極 這是悲 這是不及 悲 一定要向上發展 極 物極 必反 所以求忠 妥行路 忠忠地 最穩陣 就是要做忠 過有不及 孔子這個論斷 是根據學生 子章是敏疾 急 例如文官錄 等等 唐唐扶張也 難與病為人 他很重視容貌 又高傲 那些同學 他看別人不起 唐唐扶張也 難與病為人 他自己是心高氣傲 看一般的同學者 不在眼內 但不知為何是康有為 極力捧 這個子章 這是個人的看法 指下就是 辭緩 文 我們以前說過 孔子學生中 顏冤就是文一之十 子貢文一之四 這個 曾指指下就是文一之一 可以動 辭緩 和他們平日行事的表現 孔子定出來 他舉個例子 指下記徐桑而宴 守完桑去見老師 讀二宴下見上讀二宴 老師給他琴彈一下 彈出來不合音 和之而不和 教音彈到琴 因為那種哀傷都未亡 所以強行彈琴 又彈出那個韻律 要講情 彈之而不成聲 再而約 老師 愛未亡也 先皇祭禮 忽敢過也 他守三年之喪 但守完三年之喪 他仍是覺得哀傷 所以他說 這個老師 我性情是如此 還未亡那種悲哀 喪親之痛 他指張 既徐桑而宴 給他琴彈 彈之而成聲 即是適合機 一樣有音樂感 他說 先皇之際 不敢不止 即是定了三年之喪 過了三年之喪 你就要脫喪 要回到正常生活 他說 我守了規矩 不敢不止 儒家同樣守三年之喪 苦主在守喪期間 不准聽音樂 不准喝酒 不准跟女色 這是戒條的 三年之喪過後 只將指下分別去見老師 孔子用藤琴去試他 有些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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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他們在兩眼感情上的運用 未達到適可而止 所以儒家守三年之喪 一方面針對好人 真是重情感 重孝 你悲傷三年去二十七個月便足夠了 過了之後 不用再哭快 那麼傷心 這是對真正的孝子 重感情人來說 定了三年之喪 是一個極限 不要再悲哀了 但 亦是對一些不孝子 不要隨便 早上聖女便晚上便去唱棋 假格地也要做到這個 即是過龍的 未及的也要這樣守回這件事 當時的原意是如此的 兩人都逼未得中 與此同時 孔子將過而不及 提升到他的教育連理 還有另外兩個人 指路掩有 同樣問 文師行諸 文師行諸是否聽見便做 是否助言起行 要立刻做 不要丟下不做 同一個問題 孔子的回答有兩個版本 令學生聽到之後 一頭無水 謊不解 子路掩有 同樣是信聞 作為人子女 有一個原則 是父母兄弟在建在的時候 聽到有人叫你幫忙 包括 今次上的困惡 或者其他要幫忙 涉及生命安全的人 的問題 是否聽見便可以去做 孔子聽見之後 就對此路這樣回答 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文師行之 父母在這裏 怎樣到你說 去就去 這樣便回答 嚴慈斥責 他 父母在堂 不可以置父母 於不利 要盡這個 做子女的贊 但回答這個 嚴慎的時候 就這樣聽見 聽見便去做 文之行諸 同一個問題 這就是針對學生 衝動 後來死於恐灰之難 子路死得很慘 恐灰之難 報成人仔湯 恐灰之難 讀恐灰之難 子路可以打 但人家找三個大爵士對付他 結果 長哥一插著喉嚨 戴著霧攀繩就斷了 搭在地上 他臨死前 就說 人死得不可以不戴上帽子 撿上帽子 戴好 綁著頭 才死 在衛國裏面 人們捉了他 剁成肉醬 來煲湯 後來恐灰聽見這件事 正在煲湯 倒了他 不喝 不喝 就是子路 本來他已經脫爛 恐灰之難是父子在爭國 子路是替兒子打工 他聽見這件事 他說食軍之路 又擔軍之後 有什麼理由出了糧之後 不管別人的事 他本身不在衛國 他就趕回衛國 另一個同學 就從衛國走出來 在路上碰到他 他說 師兄走吧 不要去 不關你事 他說要去 結果死於千難 孔子聽見衛國發生這件政變 已經知道這件事 就知道兩個學生的反應態度 他說 這個一定會回來 這個一定會死定 真的 就是這樣 不是要復世 是根據學生的性格 是知道這件事 所以在這裏 染有為人 溫醇退縮 做事是怕青 孔子說 合理就一定去 一往無前 這個子路做事衝動 不管那麼多 所以孔子用父親父兄 要做法盡責 要免費父母負責任 是吧 拖後 一拖前 一拖後 達到無過無不及 這個就叫做縱節 就是中和之道 你教兒子也不是 你最清楚的 你子女的性格 你一定要針對正下 不是高低焦 是你自己最清楚的性格 不是大小焦 一樣是 另外 因應學生的差異 你急給予不同的教誨 孔子表現於 恩財、施教的另一種情態 就是在課堂的反應 剛才說 孟子回答 孔子回答 簡單 無謂 但在荒企的途中 又替駕車的學生 詳細補充解釋 如果同學所謂留意 可能懷疑 孔子是否被 孔子的 孔子聰明 孔子 孔子無謂 那就算了 沒有妨礙其他 但對孔子 詳細解釋 孔子 解釋這麼多的時候 啰嗦 是否這個孔子 比孔子蠢蠢蠢 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是嗎 回答問題 是要回到孔子 即孔門對答問的要求 我們之前也說過 善待問者如狀中 敲一下 小力一點 回響就小一點 敲大力一點 回響大力一點 你不敲就不響 善待問者如狀中 老師回應學生的答問 也是如此 扣之小者就是小明 你根本對這個問題 都認知不深 隨便找些問題問 你就隨便回答 如果你問得認真的 心有了解 那就回答多些 教者與學者之間是雙向互動的 不是一下子就傾狼雙壽 你未到警戒 真是浪費 首先要讓學生提出疑問 然後隨方曉答 狀中一下 用力小的 就回答小一點 力多一點 就回答多一點 我們以前聽聽 唯偉先生說 根紅十力 明師大牌 北京大學 他坐在那裡不是等你問的 明天我會說莊子在哪一篇 明天我會帶莊子去 其實你一定要回去看那篇文章 你看完之後 對 然後上課 你有什麼問題 就等你問 老師不是你說話 他不是 等你問他回答才說話 不是像這樣 那麼多 隨便 逐個字去解 你有問 你回去有備課 懂得提問題 那你就收拾 你完全不懂 你眼看我眼等打鐘 紅十力 又是這樣的教書 二十個大洋一年 學費 北大 二十個大洋一年 一個大洋等於什麼 一個公營 一年的薪水 等於現在的菲律賓工人 一年的薪水 二十個大洋 所以我昨晚說 某一東考到這個北大 近代史就可能改寫 因為他做了北大的圖書館管理員 去到那裏受那些讀書人的氣 幫我拿一本什麼書 這麼久都查不到出來 所以 後來就是 臭老九 連招牌都寫過他 北大的字 北京那他重新寫過 就是受這些讀書人的氣 如果考入北大 未做過這些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近代史是改寫 人家是這樣說的 在圖書館 受這些讀書人的氣 每個人都有錢 二十個大洋 唐先生說 有兩生日不上學 老師問他 他不記得是否梁壽明 他說你是不是沒有錢交學費 他說不是 我去罷課抗議 因為那時是五四運動 流行這些 上街 他就去上街 有兩生日不上學 老師很深地問他 是否沒有錢交學費 我給你交學費 原來不是 就參加了罷課 這樣也好些 唐先生很厲害 中英語很厲害 這些是徐方曉答 關鍵是何謂也三字 爭旨是被人怨 在論語中一個 誤道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 這個問題大到不得了 在論語中 他說為 那就算數了 五道一以貫之 他說 是呀 老師 如果別人說 你是不是真的認識 你不認識 你問問他 何謂也等 老師說 你這些認識 他不說 不說 就成為千古的懸案 就是這裏 讀一下他 論語中很多問題 什麽 是中書未足以進度 不是 中容都說清楚 中書未足以進度 中書未足以進度 不是進度 不是中書兩字 不足以進度 你看留下中容 中書未到不遠 為到不遠 為到不遠 就是還有一個距離 中書未到不遠 為到不遠 不愿,一尺一尺都仍是一尺 就是一尺的距离,就是一尺的距离 你問一問他,老師 何惠也 那些人就怪他 何惠也三字 有生事,死葬,祭祀,無為等禮說 你問了他,老師就這樣說 你不問他,以為你認識 要是泛池不能問,強不知以為知 於是孔子的心意是什麼 就沒有辦法猜 後來很多人去解釋 都是沒有完美的答案 這個例子在指路編譯見 都是指路問證 孔子說,先知,勞知 問為證 先知,勞知 就是以身作則 我先做 我出來做 我教這麼久輸的一個校長 我最佩服的 抵他做校長 一分配工作,那些人就嘰嘰嘰 我做 如果有些人會對 就是這樣,你做吧 但好人一聽見 你就會覺得心裡是不安樂的 下次就 以不用詞 不要怡嘰嘰嘰 在那裡爭吵 那校長真的好 我只見過一個 先知,勞知 指路了時,不大了了 就要請益 孔子就教他 無倦 首先,一定是以身作則 民政 不是空口說八卦 空口說八卦就是口號式 喊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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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 你看,美國總共說完也不一樣 說完也不知自己說什麼 不要說你以身作則 他自己剛才說過什麼 他自己都忘記了 所以現在你就是 要自己做了 同時,不要說做一次就算了 以後都是如此無倦 人家就服你了 是吧 人家就服你了 憲文篇又再指路問君子 孔子教他 修己以敬 修己以敬 修己是否夠呢? 他說未夠的 子路聽完修己以敬 是一個君子的內涵之後 當時子路也是一頭無水 所以再問 如思而是否這樣夠呢? 孔子就說 修己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做這個境界的話 遙順其有病株 遙順都未做得足 所以這裡提出一項 學生的立場 第一 是要勇於法文 和不恥下文 不懂得提出來的 上書說 好問則語 問在系路邊 有時是要向別人請益 但有時 很多人覺得 開口請教別人 是一種恥辱的 以前是唐先生說的 善學不如善問 老書聽你提出的問題 就知道你是對那件事的了解深淺程度 善學不如善問 你去讀書 但問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 為何紅十力這麼厲害呢? 真是大師來的 很多問題你不一定認識 是去到警戒 他的警戒才能回答到這個問題 他所謂的兩個小時 如果他順著說 是浪費了他 有很多事情 根本是不需要解釋 但有時 一些重要的問題 可能講完這段時間 他沒有時間再講 或者自己都忘記了怎樣講 你如果懂得問 就是整篇文章的精華 是由他才能回答到的 善學不如善問 好的學生就是善於提出問題 真的 善於提出問題 不是強行去問 找事情來講 爭吵之類的 一問是死結 我們參加去大陸交流的會 等於好像學生 考博士學位、碩士學位 你一寫一篇文章都不用看完 一問就是你的問題的死結 是要害來的 真的要害 可以一次 有個台大一個很厲害的教授 他是研究那些古代的歷法 一個人一問他 他說 你有沒有說到公園 等於公園幾多年 他立刻定在這裏 我回去再說 真是死結 一問就是你的死結 要害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但一看就知道問題在哪裏 整篇文章多長也好 別人做過的事情都研究過 經歷過的 我解決一下 你可能是抄襲人 你做過 論文就一定要提出新建 創建出來 在以前人的研究過程中 你在這裏提出了些什麼 別人說完又再說 抄襲人就浪費 你提出一些深的見解 你才是一個突破 你這篇文章才有價值 就是這個 一問就是要害 而且要發現問題 香港教育裏面 其實有一個好處 是獨立思考 獨立研究 但我一篇文章的學生 照抄 上網下來照抄 別人整理的題目 是不能照抄 是一定要經過一些過濾 那些東西不是 長棒棒 不斷抄 三千字 沒有那麼容易 六千字都可以 只是抄襲 別人是要經過過濾 例如 現在有些學校是 校內評分 是要你自己交捐的 以前有一個被人釘牌 為何叫學生去抄襲 不是叫他們抄襲 因為你不抄襲 你不抄襲我便不能交代 你坐在這裏做什麼 你沒有這些學生 不用交功課也可以 那你就一定要 看上網去找找 阿Sir叫我抄襲 其實是叫你做一下功課 你做一下功課 一定要自己過濾 有自己的創建 才是 就是這樣抄襲就算 其實 利用現在的資訊 你上網去找那些問題 是經過自己過濾 應該是有一個突破 比以前更加厲害的人 我們以前查的典故 去逢平山圖書館 查那些類書殺人 掀到你手軟 才去找一個典故 以前的老師 引述的文章 不說哪裏的出處 隨便說 有時機器有差一點 那裏才能取得 差一點 不是完整的 那你去找找夢 現在的上網 不懂得找Google 甚麼都找出來 限制很多 應該是很方便的 要加就是要發現問題 別人看不到 你看到你才會突破 就是發現問題 以及不怕解決不了問題 只怕不知道有問題 是的 不知道有問題 以前 近代有一個很厲害的歷史學家 陳仁確 他就是用普通我們看到的材料 去看得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一個很厲害的近代的歷史學家 陳仁確 研究唐史專家 他不是靠甚麼出土文物 有些教授在圖書館 有些書有霸佔了 長期借用 長期你想看也不能看 你跟他很熟悉 你先借一本給你 拿回來 人家不用 全部大家都是你看到的資料 他說看到你的看不到的東西 這些就是成功 就是讀書 還有 有錯的地方 如果經過別人批評之後 發現新的問題就一種進步 所以要交流 真的要交流 不要閉門造居 別人一看 知道這裏哪裏不夠 肯告訴你 要感謝他 不要怕雨 他告訴你問題在哪裏 你應該要感謝他 所以指路有個好處 叫做民善執敗 他雖然剛強 但你提出的問題 他會感謝你 立即向你行禮 民善執敗 要有這個胸襟 及今詩之下 這些都是廢虎之言 原來提問一層次預告 顯示學生的思辨能力的預告 平日柳仙 尹藏在深居之下 你問他就大派用場 如果不懂得發問 又不肯提問 遇到孔子的老師 都是如入寶山 兇手而回 老師交流的樂趣 無從體味 然而 持相反意的人就說 懂得提問是否很學生 那些不問 只有聽授而問難的 好像顏冤一樣 顏冤上課不問的 他說昨天寡言 孔子也說過 吾語回言終日 不為如如 好像有猛 沒有一句反對的說話 他跟他說成日 他只是額頭 顏知孔子的首途 上課時不喜歡法文 但是他放學回家之後 退而醒其思 亦足以自發 朱子的解釋就是 顏冤是第一樓的學生 首途 我們以前也提過 老師說 上市民道 勤而行之 聽見甚麼 他馬上接受 回去馬上做 中市民道 若傳若亡 仿仿恨恨恨 是挺好的 道理 又好像聽到 又好像聽不到 但是不會拼搏 下市民道 就大笑 老師你勾 開倒車 老子就說 不笑不足以為道 因為道 跟一般人的理解 剛剛是相反的 個個都認識 那個人又不是道 但是 入到那些淺人的意 就覺得你是歐 就是笑你的 所以是三種人 顏指 叫做 升入心通 老師一說 入他的意 他的心 就接受了 就是一種純善的交流 我輸出去是善的 你接受是善的 所以沒有爭拯 不用爭拯 他不喜歡泛民 但是 退而醒其思 逆足以致法 就是一種善的交流 大家都有善 所以沒有抗拒 道家裡面所說的 道跟淺者民道不順 道跟淺 我被學生笑 你是不是自閉 現在的人要說出位 要知名道理 退居後面 要低調 我就是學生 這樣就側過我 笑話就告訴我 年輕人是阻礙你發達的 這些道理 是完全不同的 諸子都說 慈若有陷言 其實就是心起 孔子看到這個顏子的反應 不為魚這四隻子 好像 魚子好像有些罵他 但其實就是心起才知道 善善 順負善的交流 沒有爭吵 他說 會也非助我 也於吾然 無所不悅 你不是幫我的 什麼都聽完 你提出問題 讓我反省一下 有 這種 不好提問的學生 有兩種可能 第一 就是對老師的見解全盤接受 另一種 就是對其所聽 一無所知 兩極相似 一種是好捧場 一種是如傳不識 兩極是相似 前者緩家之後 不斷喚味接聞 居按致心 這是文字 居按致心 它消化吸收之後 變成了自己身體一部份 居按致心 如果用食物在肚子裡 打滾作怪 咬出來 接受員 變成了自己身體一部份 居按致心 變成了你身體一部份 一種能量 增加了自己的能力 居按致心 如果在裡面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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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益 這些進入了身體 完全變成身體一部份 後者 就過眼紋煙 仿仿仿仿 這個又有關係到學習不態度 對知識的價值觀來看 顏指這種學生 天生忠虛 隨便所謂達於聖人之情 固無窮難 所以順乎善的交流 他有善我有善 一接受就變成了善 不會打架 如果進一步發問 可能在術業上的造藝有突破成就 他忽略了發問 站在教者的立場裡面 有一定程度的欠缺 就是叫做教學相長 相衝擊的回書 這個孔子好像有所失的心情 我們一定要指出 顏指課堂的表現儘管是如此 但根據曾子的私底 長期對顏指的觀察情況 又不一定完全如此 曾子指 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 他懂的 問的不懂 他懂得多問的 他懂得少 他有這種知識 但假裝不懂 實有做去 別人得罪他 他不會報復 識者吾有 常從於師爺的師兄 他一生佩服 這個友誠 看宋如解家 一子就是顏指 而口同聲 是顏指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絕對不肯定不是紫章 紫章你問他 他就是少理 所以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他懂得多問他 曾子以後進的 得孔門道統之全 他是第二代的掌門 以若是得孔子道統之全 在孔子裡 一個就是 曾子 兩個學生下來 一個是孔子 一個是紫霞 指下 以博建青 遍傳六經 很厲害 曾子只有孝經 以若 結果 我們看得到 孔門不是以文學知識為專長 是以道德人格 這個專精 所以 曾子後來不是作大學 是吧 指師 再傳弟子 就是作中庸 都是這一派學生的存外 山洞始終是大語 道的傳統之地 以曾子 以若得孔門道統之全 就是以道德人格為重要 這裏 曾子吸收了師兄 這種長處 變成了自己的長處 這是長處 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有虛 是一個很高的修養力 他吸收了這種長處 曾子以後盡 得孔門道統之全 他的成功之寸 老師 蘇文作老師說 他善於吸取他人的長處 知人在於收己 落實於博學審問功夫之中 所以能夠成就其得學之大 指師就作大學 指師就作中庸 都是那條系統傳下去的 曾子明日勇於泛民 根本大大理記篇 寫著有明主之道 如何做一個好的領袖 在大大理記篇中 說明 孔子這個明主之道 原本要找到個名主才說 但孔子沒有 不能說 找不到這個真正的名主 既沒有明主 又沒有明主 去問他 那怎麼辦呢 逼著要跟曾子說 希望透過曾子教學生 再遇到明主 這裏 明主這裏 他裏提出了提問 禮變有三十八時 後來他臨終告訴那個兒子 剛才兩個兒子 在床尾站在那裏 他說 不無顏事之言 不何以告以再 他再傳給兒子 他說如果不是多得的師兄教我 他就不能告訴你 就是感激的師兄 這裏說明 曾子喜好發問 推完其次 可能是受這個師兄 顏子影響的 但顏子本來是一個逢人而問 異制未適 不達不厭的人 為何在課堂內外 又表現好像兩人 我有個看法就是 顏子的年紀少長 懂得人情細 如果上課經常這樣問 妨礙同學的聽授 曾子就沒有這樣 心理包袱 不懂就直接問 可惜的是 顏子不幸短命死 三十幾歲 三十九歲 叫做顏子關 太厲害的人 三十九歲的關係 非常重要 叫做顏子關 帶短命 就是對聖道 沒有發明的傳授 孔子的道 下了這麼厲害的人 假如經過這種人 再加以發酵 轉化 啟悟 有新的突破 可惜就是短命 這是可惜的 進入了你的意 現在我的傳授 身火相傳 去到你那裡 經過你自己個人的靈命 消化 可能變成轉化 另一件事 可能還有新的體會 這是傳授的重要 就是身火相傳 其他人接收之後 如果再加以發揮衝突 可能更厲害 我們不需要在長命短命的問題 去分辨量不高 肯定的就是 年輕人一定要把寶貴的學習功 成事碎例 磨 好像磨刀石一樣 去磨它 把刀磨得更厲害 在課堂裡 勇於泛民 在學習或得意 更加事半功倍 假而轉 引孔之句 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 好習慣 反而習慣都是由細培養 大了很難改 好像是天生出來 但有些東西是不能天生出來 學問是不能天生出來的 學問是不是隨身來的 是後天自己培養的 上天給了這個智慧給你 你學了之後 由你的轉化 是你的體會 你怎樣可以出人頭地 高過其他人 就是看你自己見到的 別人見不到的 你便成功了 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 笑 則智一而難忘 這就是年長和年輕的不同 年輕的記憶好 一看便記住 智一即是記 一記便難忘 掌則晨放而異失 年紀大 擔心這樣擔心那樣 有很多東西要記 其他東西就記不得那樣 故修學無祖 及其正尊、雜語、聖誠 不義自然也 這是泡泡子的 既熟了是你的 好似天生出來 熟晚都熟了 等於是你自己的 曾子以二十七之年 能夠成其得學之大 就是用智尊症 後來居上 超越了紫下的例證 外書紀元 在《孔門題》中 學生之中 孟氏 二人都是老國的貴族 孟孫子那些 是在課堂中 有不同階級的人 孟氏是老國的貴族 顏子、子老、范馳 都是出身汗味的 但學問文章 卻遠出二人之上 孔子的門堂中有不同階級的人 但成就全部是窮家子弟 窮家子弟 即是 韓宇都說 民窮而後功 不是民能夠窮人而是 窮而能功 他在現實的環境裡 他經過生活的看法 的鍛鍊 是啟發出另一種智慧 不是書面上的智慧 所以這些不用優柴優米的人 成就不會太大 歷史上只有一個人很厲害 叫李賢 武則天的兒子 朱解後漢書的李賢 文選也是很厲害的 超名文選 超名太子 有錢而能夠有成就 是很少有的 孔子平日對學生的關注 都是一視同仁 恩財師教沒有貧富鬼子的原格 他沒有看不起人 只是從學習的表現 對你有不同的回應 孔門徹有教務女的精神是一致的 學生在承知上出現不一致 有孔門弟子三千 成功有七十二 四科十節 傳到西漢的公職才見 孔子過世後 去到秦始皇有焚書坑魚 但是他培養那班學生去到西漢 就是影響當時的國力的擴張頻率 就是文化的傳遞 所以國力的強弱 不是在物質上 而是在精神上 文化 令整個社會完全不同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成效隔了很久 因為秦始皇、焚書坑魚殺了很多 四百多個讀書人 多難才能培養一個讀書人出來 但是因為連鎖關係 誰會認識自己的 最厲害的四百多人 多難才能培養一個知識分子 很長時間 所以這些就是學術 要提倡學術 這些學術的成就 當然除了課堂的講授之外 也是學生自後自己回去做功夫 認真膚顯 是長時間的功夫 另外一章 只由問孝 只養 今知孝者是為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為何要讀養公養和養 就是 關係著一個勁字 今知孝者 每個人都說 我有給牠吃 沒有對牠不住 這樣 不只是給牠吃就可以了 你養隻狗 養隻馬 那些人比自己的兒子好 都是養 但是 沒有這個勁 你對父母的給牠吃 給狗的吃 如果沒有勁的存在 精神的態度 所以 供養父母和養隻狗 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這裏 就是這個分別 黃引之的經意識詞 那個勁定 或者 不正說 始 vie能養 始這裏 至於閒之詞 生偶相 finalement もし 孫子孝者是為能養,就是隨便給他吃,就是指字 指字和指字同意 所以文選的東京府有蝕中柱 文選有兩位,我剛才說是李善柱 另外有六臣柱,也有五臣柱 五臣柱是蝕中的另外一個柱,再加上李善柱叫做六臣柱 但五臣柱是不及得李善 當然,這個五臣柱有補充李善的不足之柱 文選的柱有一個問題 他只是交代那個字的語言出柱 沒有解釋這個字的意義 所以有人笑他,李善的文選柱 叫做書錄 就是那些書錄 他很熟悉,知道那些書錄在哪裏 但沒有解釋,也不知如何解釋 解釋完後又沒有解釋 要自己再去找解釋 要是有不足的地方 如果不再不足夠,就要看這些五臣柱 他們是蝕中等人柱 指是士也 詩經小雅我行其事 誠不以赴,亦子以義 不是根據你的財產 而是根據你的德的分別 原來這個子字有不同的寫法 有四個字,我們之前也提過 現在這個依字邊的 就是體字,是滑體 記就要這樣記 一個是士字邊 一個是依字邊 一個是依字邊 就是四個不同的字 這個是旗字 這個是知字 這個是體字 這個是體字 這個是子字 真正我們要說的是這個字 子字 宋人用這個字的分別 清人多於我這個字 在說文有四個字 刑近而恶 記就這樣記 讀書文也要這樣記 書文的體字 乃這個 就是僑書邊 即是密字邊 的滑體 所以滑體就是這個字的另一種寫法 體形 就是這個字 我們認識那個 僑書邊那個 就不認識這個 沒有一點的 這個 這個體字 體形 孝女的體形 嗯 叫做呢 它的本義 提的上升 即是體 白丹黃色 因為是從密 就是布白 是丹黃色的布白 根據黃印智 這個高尤黃印 高尤黃師父子 經傳跡詞 非常之厲害 清人裏面 研究文字學 那些憤古 權威 白爛手掌 他將那些字 歸納起來 如何用 權威 你拿著這本字典去 去找那些 虛字 單字 解釋得很清楚 非常好用 這本書 很重要 根據經傳適詞 之後 有那個黃若虛的 古詩虛字 分析 這樣 就是另一本書 是一定要有的書 解一些單字 不多顯眼 但你解不清這個字 是解不通的 一定要看這本書 非常之重要的書 這本書 這個體字 應該是作這本書 所以王隱之都搞錯了 如果是解作指示的指 就應該是這個 指系 是 金之孝者 只是說 我給他吃就夠了 他也是用這個字 這個字 在說文叫做 指醜 短意 又是三 不過很短 因為短只有這麼多 所以就解釋 變成指的意思 就是這樣 指醜 那件衣服很短 但只有這麼多 所以就變成指系 隱身作詞 清完 就用這個指字 去代替 就是說 現在的造子 說孝順 能夠供養給他吃就夠了 他說失仔不夠 說文又有這個旗字 視字邊 天上面叫做神 地上面的神叫做旗 就是地旗 那些宰譜的小旗元 地旗提出萬物者也 又有多點的 就是 知字到敬也 這個字很少用 在寫信中 結尾就會用這個字 收筆的時候 上面寫了這麼多 然後就是 知仲大安 這句知字不是解釋到那個字 而是敬仲大安 一種字不同 不是隨便敬仲 而是敬仲大安 知字是這樣的用法 現在要用這個 對,這裡 這個 多了 這裡我寫錯了 對了 對 敬仲大安 很少用到 我只是發現 另一道地方用過這個 這裡 沒有寫出來 書中啞 書中啞 說信中的祝賀語 有尊此 知仲大安 即是敬仲大安 所以這裡有四個字 你首先在部首記 有四個解釋 是漢語的 先包含 一定是解釋 是漢語的說法 然後是宋語的說法 然後是宋語的說法 狗幫我們開門口 馬幫我們走笛 都是幫人供養人 另一解 有一句說法 人之所養 至於犬馬 不敬則無以別 人之所養 又包括養馬 養狗、養畜生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勁的心 所以養的分類 就變成了一隻羊 養狗、養馬 又叫做養 供養父母 所以沒有這個勁 就分不出這個差異 在哪裡 孟子說 自知而不愛 此交之也 那道字 食字 是餵養 即是自養 等於這句字 你現在不是吃牠 吃牠就不愛 是養牠 你不會愛牠 就是此交之也 養豬 你看著牠 肥了重了 一斤幾多 你就開心了 見過隔壁養狗 養那些諾威娜 老闆開心得不得了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卡卡卡卡卡 原來一隻賣幾千元 開不開心 這個呢 自知而不愛 此交之也 愛而不敬 就是禽 這是瘦束之也 你不會敬牠 養一隻狗 有些人只養一隻狗 好像不需要生小孩 我看到牠抱著牠 出街 但是你不會敬牠 你絕對不會敬牠 你只是愛牠 愛和敬牠不同 這個養字 首先,第一個是六樣 下奉上 然是父母以敬 禮記房記 小人皆能讓其親 君子如果是不敬 何以分別 就是個敬牠 又包信的 瘟固祿 犬馬義賤 皆然是養之事 供養 養肉 已經說了這麼多 因為牠養的不一定會愛 是賣錢 雖父母之犬馬 金亦能 都是會養 會供養 但是有分別 就是敬 做兒子的 他有這個意思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 子於犬馬 都是盡言 而放於人父 這個就是 愛屋及戶 父母之所愛 因為他愛 我便愛他 另一個中解 有不同層次 在詩經中有個少男 叫做 弊廢金堂 金堂師 金堂是少公式 少公式 少伯 這個式字 西早初期 有東西二霸 一個是周公 一個是少公 少公 在那個地方審案 審案在那棵 金堂樹下面審案 少伯過世後 那棵金堂樹還在 人們看到那棵樹 就想起少伯 不敢亂撕它 他就撼佛 他說要愛吃這棵樹 弊廢金堂 物展物佛 這個弊廢是樹葉生得很茂密 這棵金堂樹 生得很茂密很靚 他說 這是少伯 當然 當年所審的地方 他說 你不要剪它 不要罰它 這個審就是 在金堂樹下面 審案 叫做蛇 愛屋及烏 就是因為父母 愛這個 所以 你也要跟著愛 下面引伸到 那些兒子 繼承父業 你一上場 千萬不要趕救神 因為要尊重父母 你就要留下那些人 先讓人在這裏 看好 然後再慢慢 慢慢 不要一下子 大換血 就是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這裏的引伸 漢瑜 有人這樣解決 不能動 等如《易經》裏 很多解架 判例 案例 前人有這樣用過 你就照顧 你不相信 你什麼時候 但你就不能否定 有這樣的說法 這些就是 經學上的問題 因為經學的問題多 他曾經試過一段時期 在東漢時期 去到東漢時期 頒庫時代 在白虎貫路的地方 聘請了當時的大魚 去討論 譬如這一張 在論語中 為什麼這樣 一人一嘴 就說 包慎裡面 就代表他們 用一種家牌 所以 白虎通德論 就是把當時的人的意見 歸納下去 抄底 就叫做白虎貫 又叫做白虎通德論 就是記錄這件事 在解經上的詫異 當然是很多的 如果你讀書得多 你就可以記住 你就可以博惡 不可以隨便還奪錯 另一個解釋 第四個 孫英五河君 劉寶南 劉寶南的論語正言 就是漢學 是漢學 前面的包含 鄭元 就是漢學 到清代 乾家時期 就是漢學復興 漢學復興 因為 在經學的發展 去到宋代 人們 不喜歡漢學 說他太過啰嗦 嘩 這個住所 你看看 那個證文都是一、兩行 一上去 嘩,你這樣多了這麼多 就不喜歡 所以 就完全去到精簡化 所以他們出來的時候 就掃描這些事情 就只有幾句就解釋了 但是 到了清代 有兩個原因 第一 文字獄很厲害 所以如果研究經學 在思想性發揮 隨時說錯話 就殺頭 你本來是沒有心 但是有些 跟你不合適 就抓去報告 去報告 去捉你背部 就殺 這麼壞 他清代的民族 不是有時候 清人去抓緊 而是 好像以前文革 裡面 自己人 把背部抓你出來 啊 專門說這樣 搞這件事 反暴朝廷 在上面的官員看 咦,對 就抓他出來 就殺 顧彥武那時期 也是一樣 顧彥武 有人生氣他 去編寫明史 早期的時候 生氣他 但是 顧彥武 他不是不想去 而是覺得這幫人做 是那些族 融族的人 我免得騷擾你 就不去 說了不去 所以就沒有寫到他的名字 到後來 一抽證來 凡有名的 都九族 因為明史 現在的明史 是官方去寫的 即是清代的官方去寫 就算是明史 本身的明實 是 朱元璋 由他寫的 他是上一代 整理的元朝 由他老人家說 我要怎樣寫 就是怎樣寫 普通人不寫 就是政治影響 學術 落到清代一樣 所以 如果私下自己說真話 就糟了 顧亭林 因為很有學問 你看看 當時有個有錢人 就是招攬一些人 去編寫明史 但是 顧亭林 師生 就不喜歡這幫人 因為 有些融族 不蝕同的人 就不去 這樣就自己 救自己 所以這裏 這裏 他那個問題 劉寶南 的時候 叫做漢學復興 漢學復興 不是搞思想性的事情 是做一些文字的考證功夫 由這個自定下來 再決定那個義理 所以清代漢學 又叫做漢學 是非常科學的 每一個義理 都是清清楚楚 由這個自定出來的 所以 他不敢在思想性學院發揮 就將自己的精力 在文字學裡面發展 所以清代的考證學 是最厲害的 不敢說得多 是逼著去考證 大陸以前也是 只是搞歷史的 不敢搞思想性發揮的事情 現在也是一樣的 除了誰呢? 前宗書 前宗書 前宗書早期的文章 還可以用學術性的文章去寫 你看管追片 他很厲害 懂四種語言的文字 懂法文的詩詞 用那個角度去寫 但以後沒有 以後都沒有 直至直至現在為止 我認識的 例如廖明春 都是沒有思想性發揮的 只是考證就考證 不敢說過龍 一樣 清代又是如此 到乾家時期 漢學復興 劉寶南研究論語 是第一樓的 花了四十年去寫這本書 很認真做 五河軍 先興的哥哥 過世了 房記說 這個小人 就是這個犬馬 龔陽傳裡面的註 大夫有侄 稱犬馬 是稱符身 大夫有侄 即是高病家 是 退休 叫做黑鞋 拿回炸骨 走 不是說你退休 到時就走了 要批准 申請批准 拿回炸骨 走 叫做黑鞋 代表退休 市清 即是低級官員 回去斬柴股 附身 犬馬也是 這個 今之孝者 事為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低下層的人物都可以 校養父母 他是這個意思 但無論階級多高 多低也好 都要敬重父母 他有這個意思 另一種意思 所以他引起一個例 司馬遷報有不少輕書 太師公牛酒馬 稱自己 就是牛馬名 稱自己 都可以這樣做 又不是真是狗馬 指地位的低卑微 但對於校順父母 也是這麼重要 還有一句話說 嚴子倫 校養篇 他說善讓者 不必初恥也 不一定要吃到那些豬 牛 他初恥 這個字可能是否有錯也不定 應該是初恥的 初恥 那些牛羊 豬 他說不用提供到這麼高級的食品 善功服者 不必一定要穿得很漂亮的衣服 感受 以幾支所有盡事其振 即你的能力有多少 你就盡你的能力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掩蓋荷包 儒家說口狀 口狀 口狀 說明你有多少錢 有身家做得盡 是的 墨家說薄狀 即是 頭頭簡單單單搞定就算了 現在 都是用了 短喪薄狀 用了墨家思想 以幾支所有盡事其振 這就是孝 雖然熟水便可以成歡 沒有錢 煮飯 買花生 煮粥 都是開心的 叫做熟水成歡 總之 老人家吃得開心便可以 不用 一定要吃得很漂亮的 孝志志 故匹夫勤勞 由粥以順麗 孝順父母 老人家開心便可以 所以 絕熟飲水 粥以至其境 絕熟就是 花生粥 這個熟就是 這個熟字 這個熟字本來是這樣的 這塊地 它飆上去 下面 就是花生 熟水成歡 後來用了熟白的熟字 再用這個字 去代替了這個字 熟水成歡 即是花生 絕熟 即是盒那些花生粥 沒有湯 喝水 盡了勁 剛剛沒有怪你 知道自己有多少錢 但開心便達到這個孝 他說這幾個 精神真摯 超越物質享受之上 所以這個犬馬 皆能有養 畢竟何以必負 就是那些窮等人家 不是說窮就做不到這件事 一樣做得到 所以嚴鐵論是補回這件事 即是可以這樣解釋 這段經 好了 今天就到此 好 謝謝各位